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M王子 還記得上個禮拜的影片有跟大家介紹到這個高雄展覽館 在這個10月17號到20號 有舉辦為期4天的觀賞魚博覽會 那它的時間是早上的10點到下午的6點 那麼我現在人呢 就在這個高雄展覽館的地下停車場已經停好車啦 今天的影片就是想要帶大家去走走逛逛 那看看它裡面有什麼稀奇的、好玩的、好看的 都讓我一一的分享給大家啦 那是不是必吃 我們就馬上出發吧 在停好車、搭乘手扶梯上樓之後呢 我們走到右手邊 就能看到這個觀賞魚博覽會的資訊看板啦 在現場還有這個拍照打卡拿禮物的活動 以及一些可以親子同樂的行程 都會在這個舞台資訊這個部分 那這個舞台資訊在這4天 每天各個時段也都會有不同的活動等著各位 接著它旁邊的就是這個整個展場的示意圖 可以看到有許多的這個廠商進駐在裡面 然後販售並且展示他們的魚汁啊 所以接下來就讓我帶大家進去掌魚吧 首先呢我先來到了這個台灣領頭 放眼國際的展示區 那它在這個路口的左手邊 展示了許多體型大小故意的觀賞魚 看到了像小丑魚啊、烘魚、鼠魚、銀袋等 非常多的魚種啊 那我在這裡面也是待了非常久的時間 仔細的觀賞玩這些魚 真的是非常有趣 在觀賞玩的這個展區之後呢 緊接著我來到了蒸汽館 那這個蒸汽館展示了許多的龍魚啊 都來自四面八方的養殖廠商 提供給訪客進行參觀 真的是讓我攤為關主 不知不覺又待了許久 那這個蒸汽館旁邊呢 也有一個廠商提供了部分的螢光魚的一個展示區 真的是非常引人注目啊 讓我也是大包眼福呢 呆著呆著又耗掉了接近半個小時的時間呢 緊接著我來到了景里文化館這個展區 這個展區不是提供了許多的景里功能觀賞 也有一些這個品系讓人了解 再來它還有一個地方可以親子同遊 就是它有一些圖畫紙可以讓小朋友進行著色啊 有些地方 不過我想這個小朋友看到一堆魚 我想就應該已經非常興奮非常暴動了吧 之後呢在接近一點的時候 我走到了舞台這裡 這裡在進行這個水草鋼現場造景展示的活動啊 有一位日本的講師在台上指導了一些有關水草鋼造景的方法啊 現場也有非常多的人做著仔細的聆聽了 那它真的是講解的非常多非常有用的一些技術啊 那真的是收穫良多呢 聽聞了一陣子之後呢 我走到了國際觀賞蝦比賽的展區啊 但竟然好像還沒開放 真是十分可惜 而在這個展區旁的呢 就是這個第14屆的孔雀魚進美大會 對於有在養孔雀魚的大家一定會眼睛為之一亮的 那麼這裡面也是有好多不同品系的孔雀魚 那也展示了一些冠軍啊 亞軍啊 季軍啊 等地的這些魚 那這部分呢 就是給大家去評判囉 不過整體而言真的是讓人目不暇擊啊 我公司在這個展區 就有流言忘緩了許久了 看的實在太過癮了 最後一個展區呢 我來到了這個創意造景區 那這個展區也成列了許多的不同的水族業者 及玩家們所設計的水草鋼啊 那也看到了許多的佳作啊 冠軍、亞軍、季軍的比賽作品 真的是非常佩服他們的巧思及技術呢 看了真的是收穫滿滿 覺得非常的想要再去設計水草鋼的這種衝動了呢 在逛完了所有的展區之後呢 我就開始往各個水族廠商的攤販去逛逛啦 像海豐這個大家所熟悉的是要藏啊 那北高雄、魚中魚等這些水族業者的攤位 也是有非常多的魚汁跟這個水族用品供各位做個參考 除了他們之外也是有許多 各個不同地區的這個水族業者也都會在啊 那也都有這個促銷的活動 那考慮到家中還有一些鋼子及器材 我還是選擇不做手了 那也就走馬看花了一下 順利的結束今天的行程啦 那整體來說這次的活動真的是蠻值得的 賞魚就是會使人放鬆覺得愜意 那希望大家也來跟我一起共襄盛舉啦 最後呢我就吃了碗牛肉麵開心的回家啦 現在呢我已經順利的到家啦 不曉得大家對這個觀賞魚不然會有什麼看法呢 是不是覺得十分的有趣 不僅可以看魚 然後又可以買魚 買些用具啊用品啊跟魚啊 然後可以學習一些知識是不是覺得十分豐富 那這個資訊就提供給大家 希望大家在往後的三四天都能玩得愉快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一波王子 平日跟家的都會在Twitch跟Youtube進行直播 那希望我的頻道的話呢可以幫按一個喜歡 然後訂閱一下 然後將他們分享出去 也別忘了按下小鈴鐺喔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我更多影片的資訊啦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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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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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